可是天水江伯月 他只是为国祥教 他身后已经无主 他一生从未见过先帝刘备 他只是听丞相提到国 他们的先帝和先帝的心汉梦 就为这个梦复出了一声 所以刘备到底是怎样的人格魅力 才会让这样一群人 前赴后继的去帮他实现梦想 你只知道很多人说刘备假人假人 可是他一生不负百姓 不负兄弟 也不负手下群臣 三遭大汉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起初只是刘备一人之梦 后来变成了大家的梦 这就是蜀汉的浪漫 他们最终虽然失败了 梦也破碎了 可即使过去一千八百多年 这个梦依旧还存在许多人的心中